本视频不产生任何营销性质 请大家放心实用 哈喽兄弟们 本期视频呢 给大家带了一双 面试纯年版本的球鞋开箱 以及时差测评 然后本期视频的主角呢 就是这一双 科比四 联名UND的一个复刻版本 正品科比四复刻的版本 它都是简配的一个前掌的一个泡源 但是呢 价格呢 它不降反升 耐克的这部操作 属丝是有点惊艳到我了 然后我手上的这双面试版本呢 是我入手的第二双面试 商家说它的配置是还原了一个圆年的配置 也就是说前掌是带有一个露娜的泡名在里面的 然后它还给了一张图我看 当时我买回来就跟我朋友的正品对比过 脚感上确实是有差别的 但还感觉正品的大底才更硬 然后我们先抛开配置不说 先来看看它的外观 然后呢 这是一个黑曼巴的配色 然后它整一个鞋面的材料呢 是采用了一个漆皮的材料 然后它还是带有一种漆彩反光在这里面 这可能就是我们所说的五彩八斓的黑了 然后我们再来看看钩子跟飞线 钩子应该也是采用了同一种材料 也是带有一种折射在这里 然后再来看看飞线 默契也是有一种明显的奥扑感在这里 应该也是一个针飞线 然后再来看看斜头的冲孔 摁起来还蛮软的 那这个冲孔做的还是蛮不错的 然后再来看看这个大底 它采用的是两种大底的组合 人质文的大底 上角起来就感觉是非常的耐磨的 然后它一个是白色的 然后它一个是黑色的 十分之有贵性的 再来看看这个碳板 这敲机身看来应该也是一个侦探无余了 这个配置还挺良心的 然后再来看看后跟 后跟我最满意的话就是它这个不对称的设计 然后这个右手是一个科比的24号 然后左手呢就是一个8号 这样穿起来是相当之有个性 然后后跟TPU这里呢 是有一个他们联名款式的logo在这里 带一点炫彩 然后还有斜舌这里 也是有这两款的logo在这里 做的还是蛮不错的 给大家看一下 我看来中底的收口 收口看起来还是做的可以 所以我上脚的话包裹性一定可能是蛮好的 然后他还送一副乳白色的鞋带 好我们把鞋垫抽出来砍一下中底吧 先来看一下鞋垫 鞋垫也是有着一个厚厚的刷脚自己的 还是不错的 然后这右脚是一个logo 鞋垫应该也是一个不对称的设计 然后再来看看中底 中底的走线还是蛮整齐的 没什么毛病 而且还他还留一个气垫空在这里 这点也是做的蛮OK的 比较喜欢 既然外观做的没什么毛病 然后就来看看他实战到底是怎么样一回事 这双鞋呢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场地感很足 这是我实战两个月的大顶 人质纹的大顶呢给我的感觉应该会更防滑一点 他的耐磨层会做的比较厚 然后穿起来他的耐磨跟防滑呢也还可以 我比较喜欢的呢就是他这个后跟环绕式的TPU 你别看他是低帮鞋 他也可以把你的脚踝包裹的很好 如果有喜欢穿精英袜的或者宽脚的甚至可以入大板嘛 好的视频差不多就到此结束了 这双鞋给我的一个感受呢就是有时候假鞋不一定就是假 选择很重要 然后插个题外话 最近呢耐克也是重新跟科比七指重新签订了合同 后续应该还是会有更多的一个复刻的配色出来 就是说如此溢价的商品 你们还会为了所谓的情华买单吗 另外当你的预算不多的时候 你是会选择一双配置外观不够亮眼的国产正品 还是选择一双自己喜欢的 还能满足你日常时尚需求的所谓假鞋呢 好的视频到此就结束了 有喜欢本期视频的小伙伴来个点赞三连吧